我跟你说你不相信我呀 他不管了 他说话还不算数呢 因为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主动追着我 他也跟我主动说 他不抽烟这个事 但是现在不是了 他逼着我抽烟 而且不告诉我 那个这就是这样的事情 他是说不让我抽烟 但是我没抽 后来我跟他说我抽烟 他同意了 他同意我抽不到 我那奶奶是同意了 我当时说的气话 因为他就说他要抽烟烟 然后他跟我磨叽了好半天 磨叽了半个小时 当时我就说 那你滚出去抽烟吧 然后结果他真的去了 我觉得存心气我那个人 但是我则他说 这真话还是气话 行 你认识人家的时候 你是抽烟还不抽烟 抽烟 认识我的抽烟 后来他主动追我的 那不是你骗人家吗 他骗我 我说我答应他 我是不抽的 那你答应我 你没做到啊 那后来我不说我抽烟 我不是跟你说 你同意了吗 对不 那个不是我同意 当时我说的气话 你不知道我们看不出来吗 我哪知道是气话 还是不气话的 他不光说话不算数 他还特别小心眼 你知道吗 我在店里边上班 他没事总去店里边 然后找我去 有一次看见 我跟那个男同事 在那聊天 然后他进去 直接不乐意了 当着男同事的面 就一直问我 跟他聊了些什么 你们干啥留那么开心 我好奇 我问一下什么的了 那你好奇 你不能当着 我男同事的面啊 当时店里边 还有顾客 你看我多尴尬 人家在背后 我肯定会指指点点地说我 那个 那我背后跟你说 你不告诉我呀 他就这样 我跟男同事接触 跟人家说话 聊天 他都不让 管得我特别厉害 为啥呀 因为我喜欢呢 我不想跟男同事 有接触 我硬和联系呀 说个话又啥呀 那我就想问问他 他为啥不告诉我呢 那你问你分场合啊 哥 太逗了这孩子你说啊 特别小心眼 他一次那个 也是在店里边 我要跟那个男同事 要去取一批衣服 因为当时吧 那个顾客挺着急要的 又没有人跟我们送过来 衣服也挺多的 然后第二天 我要跟那个同事 一起去求衣服 当时回家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跟他说这个事 他当时就不乐意 怎么就你跟那个男同事 一起去呢 然后我跟他我就解释 我说那个跟我一起去的 还有女同事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 那有什么问题 这很正常啊 工作当中对吧 他不这样想 就认为我跟这男同事 是要单独在一起 或者怎么样的 就这样 那天我休息一时 我行事我就没啥事 我就跟你们去呗 我还能帮你们 干干活着好去 那个顺便还能 多陪陪你 对不 你可拉倒 你哪是帮我干活了 我们三个下去干活 你是在车里坐着呢 好不好 你根本就没下去 那我可车里坐 我就扛个车呗 万一我怕这个车丢了 怎么着提前条找的 对不 爸 我才听明白了 他就是小心点 就是看着我 等于他那天跟你去了是吧 对呀 然后我们把衣服拿下来之后 那时候当时后面下 不放不下吗 然后本来计划 我们三个人去的 然后衣服可以 放在那个空座上 结果他去了 没有地方了 我们三个只能抱着衣服 然后就是一路上 也挺尴尬的 也没说话 然后感觉特别别念了 你那天是放假呀 还是特别去的呀 那天我休息 那天我休息 我咋去的 那你相信他吗 陶叔叔我就是靠着这个 你相信他吗 我有点不相信 那你不就是看着吗 还不相信我 对 然后在家聊天 他也不让 就是我手机要响了 我都没去看 他第一时间 他再先去看的 看我跟人聊了什么 然后聊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就跟谁聊天了 就这样 那个还有件事就是那个 不是 你先把这件事 给我说清楚 是还是不是 是 是 删我好友他 经过就是不趁我不主意 删我好友 我不想要跟男的有联谊 所以我才删除她的好友吗 你凭什么这么做呀 这是我的隐私 这是我的自由 那我不想呢 你不想就行了吗 那我还不想让你管着我呢 你是我女朋友 那我在乎你管着你找去了 那你管着我 你为什么要删我好友啊 那我看上不得劲 我就给删了 不是 那个有什么不得劲的 这你就删了呢 怎么不得劲的呀 兄弟 我看人闹心呢 那这个男的我看人闹心呢 只要他手机里面 是男人的头像 你都闹心是吧 对 那你删我好友 你不能告诉我们 经我同意咱俩商量啊 再说那个也不是男的 她是有闺蜜啊 不是 她就跟你删了 那个就算是你闺蜜 那怎么用你男的你头样呢 那人家乐意啊 你管呢 你管得也太多了吧 所以她是不分的 只要是男的你头像 对啊 现在我们心里边 一个男的都没有 硬核技术有 正常的社交关系可以吧 我正常我卖服装的 有男的顾客 我们就是维护客户关系 这也不行啊 这什么都不行 我的眼里就是 有男的就不行